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样重点研究的疾病就是普遍称为脑退化症的阿尔茲海蜜症 科学家在研究过程发现大脑里有一种淀粉样蛋白 假如异常沉积 就会影响脑细胞沟通能力 大脑里面有小胶质细胞 它是有能力清除了沉积在一起的淀粉样蛋白 这些基础研究就可以令我们找到一些方法 清除得更加快 研究团队一项新研究系通过简单血液测试 可以及早检测亚尔茲海蜜症 准确率超过96% 血液测试未来对亚尔茲海蜜症早期诊断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他们更加希望加强中港两地合作 进行大数据分析 建立一个华人基因库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人群 哪些基因的转变是风险因素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药物霸点 是和白人的药物霸点可能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有独特的风险因素 得到国家支持和创科署的资助 研究团队在药物研发方面 就中草药进行药物筛选 找到一些活性提取物 大二支海蜜症 可以在中药那里找到一些线索 多把点、多药物地去看 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我是很想培育下一代的科学家 这个是比较长的路 但是我觉得社会是需要科学家 这些人找到检查 我们的社会 这些人和教会训练 也很幸运 我们的社会 你跟我们社会 感谢观看